上回咱们说到,部队推进到位了,龙美尔晚上也不睡了,炮弹全都齐备了,守军就要遭罪了。 话说在6月20号的早上5点30分,咯咯样样得德国和意大利大炮准时向托布鲁克开火了。 炮兵轰击了得有将近半个小时之后,德国的空军中队又紧随其后是呼啸而来啊。 龙美尔剑撞是一声令下,工兵的连长和排长们纷纷起身吹响了进攻的哨子。 在震耳欲聋的轰击声中,工兵们迅速在嵌嚎上架设起了钢桥。 7点55分,钢桥已经架设完毕,大批的坦克开始轰轰隆隆的向要塞挺进。 这时的龙美尔啊,当然是不能落后了,他也带着自己的战斗班进入了第15装甲师的防区。 到了上午9点钟的时候,龙美尔已经亲自看到了6辆英军坦克着火了,他对自己的胜利已经很有把握了。 于是他驱车来到了坦克壕边,视察了两个被攻占的地堡。 随后他叫了一名随军记者过来,对着话筒向德国广播电台大声的宣布, 今天我的士兵们正在倾注全力攻打托布鲁克,个别的士兵或许会阵亡, 但我们整个民族的胜利却是确定无疑的。 说完,龙美尔没有在座停留,而是转身离开,继续指挥战斗。 到了下午2点45分,比斯麦的坦克已经推进到了一座悬崖处, 此时他们距离托布鲁克港已经是近在咫尺了。 晚上7点,德军的坦克终于攻入了港口, 晚上8点,托布鲁克城内英军最大的两个堡垒投降了。 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后的一道屏障, 德义军队像洪水一样涌了进去。 托布鲁克陷落了, 德义军队长期以来积聚的仇恨喷射出比炮火还要猛烈的火焰, 整个古城在月色下是瑟瑟发抖啊。 罗美尔此时正站立在这个要塞的中央, 他清楚的知道,再也没有任何力量, 甚至包括他本人能够拯救托布鲁克。 晚饭后, 罗美尔对自己的参谋长说道, 你知道赢得这样的胜利并非仅仅是指挥上的成功, 你还需要有愿意接受你下达给他们的任何一个强制性命令的士兵, 一种无论是免职, 艰辛, 战斗, 甚至死亡都在所不惜的士兵。 我把这一切归功于我的士兵。 这天晚上, 罗美尔又一次因为过于激动而无法入睡了。 21日一大早, 罗美尔就驱车进入了城内, 此时的托布鲁克到处都是被俘虏的英军。 在被俘获的南非旅中, 有很多士兵喝的是五米三道,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黑人, 他们非常兴奋的挥舞着手高喊道, 战争结束了! 6月21日上午9点40分, 罗美尔会见了托布鲁克要塞的英军总司令, 科洛普将军。 科洛普向罗美尔呈上了详书, 并说明他已经命令停止一切抵抗。 随后, 罗美尔指示部下给希特勒大本营发电, 电文很简单, 只是简要的介绍了一下战果。 五分钟后, 罗美尔命令整个军团做好直接进入埃及的准备。 6月21日, 由于托布鲁克的迅速崩溃, 使英军陷入了十分慌乱的境地, 凯瑟琳担心罗美尔会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于是在当天中午, 他是专程飞往了托布鲁克。 他告诉罗美尔, 接下来他必须把全部空军力量投入到轴心国入侵马尔他的战斗中。 在马尔他岛没有拿下之前, 罗美尔将再也得不到任何的空中支援和保障了。 罗美尔虽然非常不认可凯瑟琳的做法, 但是他一琢磨呀, 毕竟人家嘴大他嘴小啊, 没办法, 也只能先这么招了。 整个下午, 德国和意大利士兵都在忙着装运在托布鲁克缴获的战利品, 他们不但得到了足够推进几百公里的燃油, 还拿下了英军全部储存的白面香烟食品和衣服的仓库。 下午四点, 比斯迈登上四行坦克, 命令第二十一装甲式急速向东推进。 比斯迈之所以这么干, 是因为罗美尔已经向他的部队下达了要求他们消灭英军的命令。 到了晚上, 罗美尔又巡视了一次托布鲁克战场和被他们占领的英军仓库, 又看了一遍这一切之后, 罗美尔才算是心满意足的, 每滋滋的返回了旅馆。 罗美尔清楚啊, 在他正式进入埃及之前, 还要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依然是后勤补给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马尔他岛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空袭和封锁之后, 正在逐渐的恢复元气。 再加上意大利目前油料缺乏, 护送运输船的军舰数量正在减少, 这直接就导致了运王北非的吉仰从每月15万吨, 骤降到了每月3.2万吨。 虽然现在的非洲军团依然困难重重, 但是希特勒对于罗美尔的成功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现在希特勒和他的整个纳粹帝国都沉浸在了来自非洲的胜利的消息当中。 甚至啊, 一座刚刚建成的大桥直接就用罗美尔的名字命名了。 当晚, 希特勒和戈佩尔也坐在了收音机旁收听关于罗美尔的节目。 当节目结束时, 戈佩尔评论这一报道说, 几乎没有任何一位将军能够像罗美尔那样懂得战斗宣传的重要意义, 他是个最善于使用词汇的现代将军。 当戈佩尔说到将军这俩队的时候啊, 希特勒微微一笑, 然后抬手示意众人都别说话, 接着往下听。 与此同时, 远在2500公里之外的指挥车里, 罗美尔正在睡觉, 9点45分, 罗美尔突然被一阵呼声惊醒, 喇叭里响着高昂的歌声, 只听播音员说道, 元首大本阳, 6月22日, 元首晋升非洲装甲军团司令官, 罗美尔上将为陆军元帅。 对于一个军人来说啊, 被封为陆军元帅是极大的荣耀了, 在德国暂时还没有哪个人可以获得比陆军元帅更高的荣誉, 这一夜, 罗美尔睡得是格外的香甜。 6月23日早上6点, 罗美尔一跃而起, 给驻在巴尔迪亚的第90轻装甲师下达命令, 让他们迅速越过铁丝网, 进入埃及。 当天下午7点22分, 第90轻装甲师和意大利第20军经过长途跋涉, 终于越过了埃及边境的铁丝网, 并在那里速营。 这位新任的陆军元帅开始了他征服埃及的尝试。 6月24日, 英国的飞机终于是出动了, 他们以惊人的规模啊, 重新开始了对罗美尔的作战。 下午6点, 15架英国波士顿式轰炸机进行编队攻击。 罗美尔跳进掩体, 大多数炸弹都落在了他的指挥车周围。 罗美尔元帅现在根本就不害怕危险, 现在在他的心里那只有两个字, 就是进攻。 很快, 德军在没有遭到任何英国陆军反抗的情况下, 占领了埃及的另一个重要城市, 西比巴拉尼。 6月25日早上, 非洲军团先后遭到六次英军飞机的空袭, 接着一连几天, 英军前来空袭的次数在不断的增加。 意大利的许多军官相继在空袭中丧命。 当意大利的领导卡瓦利诺和巴斯蒂科于6月26日飞去见罗美尔的时候, 罗美尔向他们保证, 要是我的装甲军团今天能够突破英军阵线, 那么6月30日我们将在开罗或亚历山大见面。 6月29日一大早, 罗美尔攻克了马特鲁, 在那里德军抓获了约有两千名的俘虏。 此时罗美尔刚刚从无线电侦破的情报里获悉, 英军正在悄悄地向东撤退。 追上他们, 他给非洲军团下达了命令。 可是这晚上他说着容易坐着难呢, 人家英军虽然怂, 但是他不傻呀, 他们一边跑是一边买雷, 以至于地雷多的, 罗美尔自己有时候都不得不下车亲自动手排雷, 罗美尔虽然能拍雷, 但是他却并不知道他手下的非洲装甲军团已经是接近极限了。 6月30那天就有许多迹象表明, 他的部队实在是有点扛不住了。 那天的天气格外闷热, 从下午就开始刮起了强烈的沙漠风暴。 风暴中, 罗美尔的汽车两次遭到英军的轰炸和扫射, 好在他们并没有伤到罗美尔。 随后经过丧心病狂的向前猛冲, 德军终于抵达了距离亚历山大仅有不足200公里的地方。 打开一图, 罗美尔清楚的看到, 在他的前面, 英军已经撤到了阿拉曼火车站。 这已经是英军退回尼罗河前的最后一个防御阵地了。 三十二下午, 罗美尔宣布要在七月一日凌晨三点向英军发起进攻。 没有吉尔, 没有空军, 罗美尔这次攻打埃及的行动到底能成功吗? 关注了关, 咱们下集接着聊。 好. 好